他为什么叫三哥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叫四哥是谁 谢霆锋的爸 哦 他还比他还要帅 所以就排第三 那你知道大哥二哥三哥五哥八叶九叔分别是谁吗 九叔 林郑英 林郑英 他可是僵尸片的鼻子 一身道袍 手持桃木剑 符咒一贴 僵尸退散 但你知道吗 九叔原名林根宝 出身贫寒 自幼便与戏曲结缘 败入京剧名家粉剧花门下 从京剧舞台到电影圈 林郑英一步步摸爬滚打 直到在僵尸先生中大放异彩 成为观众心中的捉鬼大师 改名郑英 寓意正气英豪 震慑鬼魂 从此九叔之名响彻江湖 成为僵尸片不可磨灭的符号 八叶 袁和平 袁和平 江湖人称八叶 这可不是浪得虚名 作为动作指导界的态度 袁和平用他那超凡泼服的武术设计 为无数电影增色天才 据说 八叶之名 源自他在业界的极高地位 和大家的尊敬之情 八面玲珑 威风八面 恰如其分地形容了 他在动作设计领域的卓越成就 每当提及八叶 无不让人肃然起敬 感叹于他对电影艺术的卓越贡献 五哥 向华强 向华强 人称五哥 这称号源自他在《赌神》系列中饰演的龙武一角 那个沉默寡言 却忠诚可靠的保镖形象深入人心 但实际上 向华强不仅是荧幕上的硬汉 更是香港影坛的幕后大王 一手打造了众多经典影片 他的影响力远不止于荧幕之上 更是香港娱乐圈不可忽视的力量之一 四哥 谢贤 谢贤 人称四哥 这称号背后有着多重含义 一说是他家中排行老四 二则是因在《千王之王》中饰演的 罗斯海一角而声名大噪 无论是哪种说法 都掩盖不了谢贤那风流倜傥 玩世不恭却有原则分明的个性 他是香港娱乐圈半个世纪的见证者 每一个角色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让人难以忘怀 三哥 苗乔伟 苗乔伟 人称三哥 这个称号不仅是对他演技的认可 更是对他个人魅力的赞美 在影视作品中 苗乔伟经常饰演有担当 有意气的角色 这些角色特质与他本人不谋而合 生活中的苗乔伟同样成熟稳重 谦逊低调 这样的他自然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与尊敬 三哥之名 实至名归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从上海滩的许文强 到赌神系列的高竞 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了经典 而二哥的称呼则源自赌神中高竞的角色设定 高竞在片中排行老二 乌尔有了二哥的别称 周润发用他那精湛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 发歌之名 响彻云霄 大哥 邓光荣 邓光荣 人称大哥 这个称号在香港娱乐圈无人不晓 他不仅有着显赫的背景和地位 更有着一颗重情重义的心 无论是提携后辈还是帮助朋友 邓光荣都义不容辞 他的意气和担当让他在圈内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和尊敬 大哥之名 实至名归 虽然邓光荣已经离我们而去 但他的传奇故事和江湖一起将永远被铭记 哥哥 张国荣 张国荣 人称哥哥 这个称呼充满了亲切与温情 张国荣以其独特的艺术才华和人格魅力 赢得了无数人的喜爱与尊敬 他的歌声 演技 人品都堪称一流 是华语乐坛和影坛的璀璨明星 虽然张国荣已经离开了我们 但他的音乐和影像依然感动着无数人 哥哥之名 将永远镌刻在人们的心中 星野 周星驰 作为华语喜剧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 周星驰用他那无厘头的表演风格和独特的喜剧才华 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 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充满了创意和笑点 让人捧腹大笑之余又回味无穷 星野之名不仅是对他喜剧才华的认可 更是对他电影艺术的知己 在光影的世界里 周星驰用笑声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故事 成为了无数人心中永远的喜剧之王